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 美方单边加征关税 不利于美国 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世界 尽早取消关税 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世界 当前台海局是紧张的前因后果 一清二楚 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美方是主动挑衅者和危机制造者 美方应当真正认清 佩洛西窜台的恶劣性质 深刻反思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 立即纠正错误 美方不要指望 中方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而应当老老实实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上来